昭浩竹堂木棉花季周末就要登场了 而有别于以往 今年在稻田这边特别多了 有1500只的塑胶风车 拼成有兔子以及竹堂的字样 直降的装置艺术 引来民众正反意见两极的 来看看绿油油的稻田 变成了风车专区 有民众说风车组成的装置艺术 很漂亮 小朋友很喜欢 不过也有人说了 应该要保留原始稻田的风貌 才能够凸显出乡村的美景 民众在地方社团是热烈讨论 也让木棉花季还没开始 就引发了话题